台中北屯区发生了一起惊险车祸 一名小五男童三号下午骑脚踏车 疑似冲到闪灯的后置路口 先是核电动机车碰撞 整个人重摔到内侧车道后 又遭到后方轿车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最后男童送医宣告不治 而相关的造者都还需要警方进一步离行 脚踏车直接抖在路中央 附近还遗留男童拖鞋 现场一片凌乱 强大撞击力道 让单车扭曲变形 也让相撞的电动机车驾驶心有余悸 他就是从人情道冲出来 他一定是没有在看 所以我们两个人才都来不及 怎么也没想到男童骑着单车 突然冲出来酿成悲剧 三号下午三点多 证明国小五年级的男童骑着脚踏车 行进台中北屯区敦化路二段 与人坪路口要顾马路时 先和电动机车相撞 接着被抛飞到内侧车道 下一秒男童再遭一辆轿车 刹车不及二度撞上 教师驾驶同样惊魂未定 因为男童当时全身多数擦伤 意识模糊 仅销货报道场赶紧将人送医抢救 但男童到院前失去生命迹象 最终人宣告不至 学童全身擦受伤 送往中国负义急救 另外两名汽车及机车驾驶 没有受伤 经过久策子均为例 男童父亲得知爱子遭撞王非常悲痛 三后晚间他在警局交通分队做完笔录后 就赶赴医院处理儿子后事 据了解这个路口是闪灯路口 赵氏的机车和汽车驾驶都表示 看到男童时已经来不及 详细事故原因和赵泽 还有带警方进步厘情 记得台中最后报道